办法,还能想什么办法?沐浴在晨光中,李长寿驾云而行,慢悠悠地飘向杜仙门的山门。 今日风和日丽,鸟语花香,确实是回返山门的好日子。 在进入回山河里气候的第二日,他就迫不及待地飞了回来。 外面实在是太危险了。 还是沐浴在人叫光辉的庇护下,让他心神安宁些。 拿出自己的外出玉牌,到的山门前,李长寿与守仙门的仙人坐到衣行礼,言道。 小穷风弟子李长寿,了却成员今日归来。 那些人含笑收走了李长寿手中玉牌,问道,此次外出可有收获。 李长寿答曰,其实无甚收获,只是觉得心底少了一份牵挂,自此可一心追寻仙道。 善,仙人笑着摆摆手,回山好好修行吧。 是,弟子还要去百凡店禀告一声。 李长寿又做了个道医,驾云控制在合适的高度,朝破天峰百凡店去。 守门的仙人含笑点头,心中觉得,这倒是个不错的年轻一辈。 到了百凡店,寻到今日当值的长老,总算将自己的返乡之旅画上了句号。 如此,外出渡劫这一遭也算圆满落下了帷幕。 圆满,各鬼。 李长寿偷偷掐指一算,心底经不住轻盈了声。 一百三十二座了,一夜之间又有两个村寨搞起了海神崇拜。 他明明真的什么都没去做。 心底一叹,李长寿对百凡店当值的长老问了句, 弟子可以去拜一拜店中的祖师像吗? 自然,那长老笑道,祖师像挂在,那就是让门人弟子敬拜,去救世了。 咱们渡仙门是人叫一脉。 你们弟子要守的规矩虽多,但实际上追求的是无微无拘,只是要遵礼,不可冒犯祖师。 多谢长老,弟子明白。 李长寿面色颇为郑重地答了一句,随后便认真整理了一下长袍。 那山,走到了大殿正中的园台外,仰头看了眼上方的画像。 画像中,因为面容模糊无法看清的老道,坐在一头青牛之上,背后有宝光闪耀。 这就是太清圣人显灵时被记下来的画像。 之所以面容模糊,却是谁都不敢去画圣人真容,画了便会被圣人所知,说不定会降下责罚。 当下,李长寿先双手前拱,慢慢做了个道一,随后前走两步,上香,供奉,后退三步,聊起道袍下摆,跪在了蒲团上。 杜仙门有两位执事,一位长老刚好看到这一幕,都略微点点头。 像这样,在平常的日子里,都会前来拜祖师的弟子,当真不多见了。 片刻后,这弟子怎么还在那跪着? 星成则灵,应当是想让祖师庇佑,先鲁常宁。 又过了片刻,在大殿各处隔断间内,走出来十多位长老,管事好奇地看着这边。 这弟子该不会是遇到了什么难事了吧? 咱们可是吃了不少这弟子的鲁鱼,要不要去问问,帮帮忙? 哎,他不来主动求助,咱们也不可多打探什么,谁还没得烦心事了? 半个时辰后,大家各自回了吧,莫要多看了。 这弟子刚了却沉渊而归,应当是心静不稳,想借此平复心静。 周遭人渐渐散了,几位长老心底暗道。 稍后李长寿过来拿月弓,问修行,暗自给他点好处。 这弟子应该是遇到了难事,但祖师可是那个,如何会管这般小弟子的小事? 总算,李长寿败满了一个时辰,慢慢起身,心底安稳了不少。 要对抗圣人,唯有抱紧其他圣人的大腿,这就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 哪怕因此被门内少许关注,权衡之下也必须来这里拜一拜人教教主,让自己在教主他老人家那里多一丢丢存在感。 门规限制,不能撕挂祖师画像,祭拜,能找到的祖师爷的挂像就是在此地了。 出的百凡殿,李长寿驾云朝着小穷风而去。 其实转念一想,也可能是自己多虑了。 堂堂圣人,如何会真的自放身段,来针对他一个人教的小仙人? 成圣之后,大劫不悔,要争的是面皮,脚韵。 但,万一呢? 圣人,圣人,在人前加了个圣,那不也是代表还有人性吗? 当然,圣人们并不是上古才诞生的人族。 道门三教主是盘古大神元神所画,其他三位都是先天生灵,跟脚不明。 万一西方教那两位大佬,突然因为某种原因上了头,真就要跟他一只小虾米一般见识。 嘿,就你这小子,还当搞事? 李长寿嘴角抽出了几下。 看来,小穷风的复合大阵中,需要搞点遮蔽天机的阵法了。 不过这类阵法的阵图,杜仙门掌门都不一定有,更别说布置起来需要的宝材。 世道多艰难。 心底思索中,李长寿已然飘到了小穷风上方,低头一看,就看到了在树下打坐的灵鹅。 其实,也是个概率问题,安心修行吧。 李长寿呼吸吐纳了一阵,调整好状态,这才缓缓落向下方隔绝阵。 很快,树下的灵鹅欢呼一声,急步跑着冲了上来。 但李长寿对他做了个晋升的手势,示意他乖乖站好。 随后便走到师父的草屋前,对着草屋行礼,言说自己已了却沉缘归来。 屋内传来几声大笑,齐员老道连离了李长寿几句,就继续闭关,将屋子外面的几重阵法再次开启。 师父正在参悟吴维京的关键时刻。 先时扫过,小穷风各处景色映入心底,李长寿的那份不安也淡了许多。 不管如何,修行还是要修的,日子也是要过的。 自己虽然之前也想过,去南海一趟将自己的神像都弄碎。 可以想到,自己现身容易引发更多未知事件,也就索性任气发展。 师兄! 蓝灵鹅眨着那双明亮的毛子,两只手在身侧抬起来,像是雏鸟扑腾一般,忽闪了几下。 嗯? 李长寿却是直接板起脸。 你跟我进来。 蓝灵鹅哆嗦了下,顿时摆出了一张苦瓜脸,低头跟在师兄身后,委屈巴巴地进了自己草屋。 班铺团,并腿,跪坐,低头,摆表情。 流程依然十分熟练。 李长寿坐在圈椅中,开启草屋周遭阵法。 看着面前这个已经锁了熔岩身段的师妹,她低声一叹。 我就出去了三年。 你! 小灵鹅瞬间闭紧双眼。 抬手抓着自己耳垂,连忙喊道。 师兄我知道错了。 刘四哲师兄和王岐师兄的对决,有我的原因在。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 那天只是随便出了个主意,真的只是想要打发他们离开。 结果欠妥考虑,让事情闹大了。 嗯? 李长寿正了下,我是在问你。 狐狸淋雨少了三分之一的事。 蓝灵鹅正了下,随后身体弯弯扭扭地瘫坐在哪? 完了,已经全招了。 一年多以前的那天,刘一二带着他两个师弟离开之后,第二天就出了事。 刘一二知会了王岐,事先禀明了师父和封主,然后用计,告诉了刘四哲自己已有身孕。 本是想让刘四哲至此就不再纠缠,却不想刘四哲直接去找王岐打了一架。 这一架,两人都没有受太重的伤,算是势均力敌,但却因弟子私斗被门规惩处。 刘四哲被罚闭门司过二十年,不可踏出都陵峰半步。 王岐也被罚停阅功三年,而后便与刘一二结成道旅,在小陵峰修行。 师兄,我错了。 错在哪? 我不该,没考虑清楚他们几个人的反应,就直接给叶二师姐出了这个馊主意。 男灵鹅低头硬着,结果害得他们三个都受了门规惩罚。 李长寿嘴角一撇,骂道,我教你这么多年,你是真的用了短短几年,就把我教你的拳图出来了。 也罢,你性格本就是这般,是我不该对你有这么高的要求。 哎,罢了,别,别罢了。 师兄,你,尽管要求我吧。 灵鹅顿时慌了,我以后再也不闯祸了。 你不要放弃,我呀,师兄。 我以后安安静静在你身边修行,遇到陌生人,一句话都不说了。 那你再说,自己错在哪儿了? 蓝灵鹅眼圈一红,顿时有些手足无措。 我,我,你就不该管旁人事。 李长寿手指戳了戳桌子,叹道,你知道那刘一二命中的姻缘, 到底是跟刘思哲还是跟王岐? 一个暗恋百年,一个相识几年,刘一二为什么会犹豫? 为什么不能狠心对刘思哲说狠话? 还不就是心底有所迟疑? 刘一二已经一百五六十岁,他能想不到其他办法? 非是不能,只是不愿。 你这样相当于直接决了一人的路,让他本来还未定的姻缘成了既定。 若是顺了旁人天命也就罢了,若你是改了旁人天命。 你一句话就承担了三人的因果,这损了你自己多少运道?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最聪明,最有主意,没有人会比旁人笨多少,只有人喜欢自作聪明。 此事,就是你心心不稳的最好写照。 蓝练鹅扁着嘴,颤声道,师兄,那我该怎么补救? 做多做多,稍后你去给刘一二师姐陪礼道歉,求他一句原谅。 李长寿靠在圈椅上,揉了揉眉头,看来你还是不太明白。 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,若是今后刘一二师姐和王岐师弟闹掰,他首先会怪谁? 灵鹅秀眉一皱,低声道,是我这个当初出主意帮他拒绝另一人的外人。 李长寿苦笑道,所以说,为什么要去干涉旁人私事? 情之一字,自古谁能说清? 这并非是修道问长生的必须品,你每日想最多的也是此事,长此以往,只会浪费你的资质和悟性。 你自一而师姐,那陪李之后,也在风上好好反省。 刘思哲什么时候出关?你也什么时候出关吧? 李长寿站起身,又道,这次不多罚你,自己拿个石板,去抄写吻字经三百遍。 什么时候真的明白自己错在哪,再去找刘燕陪李。 言罢,李长寿黑着脸,副手就要离开。 灵鹅却又喊了声,师兄,还有一件事。 李长寿离不住走了回来,抬手摁住灵鹅的脑袋,用力揉了几圈,满脸恨铁不成钢,把他精心抒起的云并都揉散了。 你到底还惹了多少事?能不能一并说了? 你师兄,我容易,被你吓出心魔。 不是闯祸,这个算是意外收获,我就闯了刚才这个祸,真的。 灵鹅小声道,是关于师父当年受伤之事。 因为叶尔师姐这件事,我听到了一则传闻。 师兄,复尔过来。 嘀嘀咕咕,如此这般。 李长寿俯身听了一阵,随后便是眉头轻皱,但很快就恢复如常。 此事你不要多管,先去抄写吻字经,陪李后来单房找我。 哦,灵鹅应了一声,目送师兄飘去了单房的方向。 完了,师兄对自己的好感倒退最少十年。 随后他悠悠地叹了口气,抱着蒲团去了柳树下。 拿出一面石板,取出一把法器刻刀。 手背蹭了蹭碾脚的眼泪,劈头散发趴在那儿。 墨写师兄十几年前所著的某篇经文。 写完一遍,他又擦了擦眼泪,将石板上的刻印抹去,继续写第二遍。 柳枝一一垂落,辅着他随风飘荒的青丝, 似乎在监督他做功课。 吻字经,洪荒,一鸣。 生来往,莫管闲,先已故,难争先。 欲不平,私自立,遭难事,须自行。 彭若多,事无躲,有弱寡,免恨祸。 狄莫利,利必威,先下手,后成辉。 莫自迟,修自聚,万事稳,可得宁。 修其路,退则静,得机缘,谋而定。 西红某,老好人,终被算,何其惨。 有妖能,谋算多,被敲昏,扔铁锅。 旧卓族,甚思弱,利弥天,无奈何。 前古族,义不平,强征运,终落末。 后双雄,分天地,受挑拨,皆败落。 新人起,送礼乐,得圣贤,明事多。 至我辈,没运夺,先露泉,得盗果。 事稳健,聚因果,免夺强,自可乐。 避天灾,须变化,躲人祸,不留锅。 招文道,明仙图,文字经,办手册。